雪兰儿水工公司通讯部主任阿敏林今天发文告证实 上个星期五因为水源污染被迫关闭的世毛月绿水站 今天清晨3点15分恢复运作 当局将分阶段把干净的水源输送到州内各大蓄水池 过去一个星期面临断水问题的乌鲁冷月县 刮拉冷月县 雪邦县和巴达林一带的民众相信很快就会陆续获得水工 不过阿敏林表示 由于适逢图腰结 水工需求量增加四倍 因此无法确定水工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全面恢复正常 尽管如此 当局已经派出水槽车 同时开启公共水喉派水 解决民众缺水的问题 另一方面 天然资源及环境部长望珠乃迪指出 当局至今已经接获多宗投诉 指污染源头来自森美兰州辱来的工业区 相比雪州州乌大臣指责乌统蓄液污染水源 部长则认为肇事者并非蓄意闹事 可能是粗心或疏忽的工厂导致污染水源事件持续了好几天 无论如何 当局已经下令环境局执法单位与雪州政府合作 全面彻查河水污染噪音和逮捕涉及者 未经许可,不得奥火 对美学华国人 智思雨